各位好,我是興趣閃的攝影師NZO 那今天比較臨時拍這部影片就是因為 最近看到太多太多關於Pixel 7系列的爆料跟流出了 所以目前已經多到好像 我們已經大概知道這支手機有七八成或八九成左右了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來整理這些所有流出 到底Pixel 7跟Pixel 7 Pro的相機進步了哪些東西喔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Pixel 7系列其實一直以來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機系列 因為以前Android手機的重點就是因為它是Google Pixel系列一出來的時候台灣是沒有貨的 台灣沒有進的 那時候我還自己從美國買過來 重點就是Pixel 2當年以單鏡頭拿下DXO的冠軍 非常厲害喔 那把計算攝影發揮淋漓盡致的第一家就是Google的Pixel系列 後來演變成Gcam之後也非常多Android手機 會用Google相機的特色去做拍照 可以讓他們的手機拍照都更提升到一個檔次喔 一路到Pixel 4 Pixel 4的重點就是天文攝影模式 那天文攝影模式表現也非常好 就算到現在的Pixel 5、Pixel 6的天文攝影模式 目前看來還是沒有對手的 那我這邊講的對手都是真實去做拍攝的 如果是有些手機會偷偷拼星空的那種 我們就不納入比較 Pixel系列呢 Pixel 6系是一支我很喜歡的手機 我也實際拿著用了很久 那它螢幕非常大、螢幕非常漂亮 那唯一的問題呢就是 我自己沒有很喜歡曲面 然後這個指紋辨識有點慢 這些都是一些缺點 那這支手機呢也有出了很多問題 就是像是3C界的王者就是MKBHD 他也曾經公開說呢這支手機真的問題太多了 不推薦大家去做購買喔 所以其實今年的Pixel 7跟Pixel 7 Pro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整體的穩定度有沒有提升 指紋辨色的速度有沒有加快 那相機的表現呢其實 我覺得這一代來說不是到特別的重要 重點呢還是整體的使用體驗要提升喔 像這次呢也確定會推出Pixel Watch 那我們也很期待到底會不會推出Pixel Fold 就是折疊機的版本喔 好那是題外話 那我們單論來說 這次Pixel 7跟7 Pro的相機 到底有什麼升級 它是有升級的喔 我們就目前看到的所有爆料 包含Google官方的宣傳片呢 都已經流出了 所以我們完整的已經知道 Pixel 7跟Pixel 7 Pro 主打的重點在哪 那我這邊呢就一一分析給各位聽喔 首先第一點是Pixel 7跟Pixel 7 Pro 會加入一個新的模式 叫做電影級模式 那它的正確名稱不太確定 但是你可以想像成就是電影級模式 跟蘋果那是一樣的 就是拍影片的時候呢 會像人像模式一樣 幫你自己去運算三進喔 那這算是這一次的一大重點吧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不是先出的就贏 重點是表現好的才贏喔 像是蘋果過了那麼多年 才推出了所謂的動態模式 也就是讓它的防守真的表現非常好 那蘋果一推出就嚇死人 大家有看過我這間影片吧 它的動作模式的表現呢真的超級好 超級好喔 也很多人拿去跟GoPro比較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結果 是相當好的 所以Pixel 7呢 今年才加入了所謂的電影級模式 那表現怎麼樣呢 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因為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喔 再來還有一個小重點呢 是在Pixel 7 Pro上面 那Pixel 7 Pro呢 它讓它的超廣角鏡頭 有了自動對焦 也就是微距攝影 它讓超廣角呢也可以拍攝微距囉 所以下一代的Pixel呢 真的跟其他家越來越接近了 尤其是跟iPhone的路線呢 是有一點點像的 就是平衡版本的呢 都是超廣角加主鏡頭 那貴的版本呢 就是超廣角主鏡頭再加一顆望遠鏡頭 而且貴的版本 才有超廣角的自動對焦 跟iPhone14很像對不對 但是Pixel的望遠鏡頭表現是相當好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呢 可以看之前用Pixel 6 Pro的4倍鏡頭 所拍攝的畫面呢 沒有什麼嚴重的銳化感 整體的畫質感受呢 是相當好的 所以基本上這次7 Pro的主鏡頭 跟望遠鏡頭呢 都不會有所更新 因為它的畫質其實已經夠好了 其實也沒有到一定要做更新 有看到一篇文章講說呢 它的長焦鏡頭是有換成5倍的 但是它的等效焦距又還是寫104mm 所以到底有沒有從4倍變成5倍呢 我們只能等10月6號才知道囉 重點呢就是超廣角 終於有了微距 到時候呢我也會來詳細測試 就是Pixel 7 Pro SSR Ultra 還有iPhone14 Pro的微距表現到底怎麼樣 然後這次Pixel 7還有Pixel 7 Pro的前置鏡頭呢 會是同一顆鏡頭 都是一顆10800萬畫素的鏡頭喔 那我有點不太確定說 就是這個是升級還是降級 因為Pixel 6 Pro的前鏡頭表現其實是相當好的 那Pixel 6的前鏡頭就還好 但是它這次呢讓兩隻手機的前鏡頭一樣 那我們也是等後天才會知道整體的效果怎麼樣 那Pixel 6系列的重點呢 就是它上一代支援了所謂的 Magic Eraser 也就是它的魔術橡皮擦 可以把背景擦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這一點呢是沒有對手的 尤其是當你看過非常多的頻道測試之後呢 它的運算結果呢是真的非常正確 因為它是透過非常龐大的機器學習 來達到那麼厲害的成果喔 那我這邊來聊一下就是我對Pixel 7 Pro的一些期許好了 那Pixel 6 Pro呢其實是一隻我覺得拍照很棒的手機 我個人比較在意的點就是說 它的主鏡頭5000萬畫素 不讓我們值出5000萬畫素 所以我希望這一代的Pixel 7 Pro 可以給我們一個選項 讓我們值出5000萬畫素喔 那它的長焦呢也有4800萬畫素 但是也不讓我們值出4800萬畫素 所以我也希望長焦可以值出原畫素給我們 這就是一個選項 對於攝影創作者來說呢 高畫素在前期還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連蘋果這種廠商呢 都有了這樣子的功能 就是它開啟ProRAW可以4800萬畫素 甚至於說你用很多第三方軟體呢 也可以拍攝一般的4800萬畫素 那Pixel 6 Pro呢則是完全沒有開放 你用任何第三方的相機 都沒辦法啟動它的真的5000萬畫素 所以就是希望呢Pixel 7 Pro可以提供我們這個選項 我個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這裡呢再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Pixel 6 Pro的人像模式 不知道為什麼表現不太好 就是它是透過主鏡頭去做放大 來拍攝人像 而不是透過它的4倍鏡頭 那我也希望就是今年的7 Pro呢 可以改掉這個缺點 讓我們可以用長焦鏡頭來拍人像 因為用長焦鏡頭拍人像呢 效果絕對會比主鏡頭放大 還要更好吧 尤其是它的長焦表現又那麼的好 那這就是我小小的期許 因為像之前Pixel 2的時候呢 它的閃景運算是那麼那麼的厲害 那為什麼到了Pixel 6 Pro 反而閃景運算好像退步了 那我那時候在測試的時候呢 我其實是覺得相當可惜的 就是它會有一種莫名的銳化感 不過呢對於人像模式來說 Pixel系列呢還是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就是人像打光 還有它的自然色調 都是Pixel系列的重點喔 那這個我相信呢也會一直延續下去 那其餘部分呢 就是看它的錄影的整體表現 到底有沒有提升 Pixel系列的錄影的防手震呢 其實是不錯 但是跟今年的iPhone應該還是比不上 那我們就看今年的Pixel 7 Pro的錄影 會不會有什麼進化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Android手機的錄影 就是永遠比不上iPhone 而且是有差距的 好 我們只能期待軟體大廠Google 可以推出一隻厲害的手機喔 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Pixel 7跟Pixel 7 Pro呢 是沒有漲價的喔 雖然美金定價一樣 但是台灣定價是沒有漲價的 不像Apple漲了2000左右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了 Google準備要發表這幾樣東西 像是Pixel Watch 或是Pixel 7或Pixel 7 Pro 哪一樣你覺得最有趣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我猜最多的應該會是Pixel Watch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了 我是興趣神的Sense Enzo 謝謝各位 掰掰 我們來看見一下 我們在這邊的影片 我們在這邊請訂閱 我們到這邊請訂閱 看一下 我們到這邊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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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